其實你就會變胖 我告訴你 你知道 日本的相撲選手 他們要增肥 最大的祕密是什麼 你知道嗎 就是吃宵夜 就是宵夜吃一大堆 有些澱粉吃吃 然後這樣就長得巨無霸這樣 就可以比賽了 你想當相撲嗎 那就不要吃宵夜了 有人說那我肚子會餓怎麼辦 那你就記得你的晚餐就吃到怎麼樣 份量夠 那你睡覺以前肚子不會餓 但是也不會化肥 如果你可以在晚餐避免吃一點澱粉 然後甚至多吃一點油的話 管你油一多 什麼都搞定 有人說 蛤 吃油不是不好嗎 誰說油不好 你要吃好油 你不要吃壞油 我們很多醫生都說 少油 少鹽 少糖 真的要少油嗎 不是 你要多吃油 多吃好油 所以今年七月份在美書 我告訴你 我要講一下我們台灣人 現在都被洗腦了 得到一個什麼 脂肪恐懼症 英文叫Fat phobia 每個人都脂肪恐懼的 你看他脂肪要大力擁抱他 你知道嗎 一隻老虎在野外上逮到一隻兔子 或者是羚羊的時候 他吃什麼 你看過那個電影那個Discovery Channel嗎 電視 野生動物被捕獲 被吃掉的 第一個東西叫什麼 叫肝臟 因為肝臟裡面有各式各樣的營養素 這個大家知道 肝臟很重要 沒有污染跟肝臟是非常營養的 第二個吃的是什麼 就是油 你看老闆就把他的脂肪吃掉了 那剩下那個雞肉吃不完 給秃鷹吃吧 給灰狼吃吧 所以大致上裡面 脂肪是最爆灰的 除了肝臟 脂肪是最爆灰的 那現代人呢 啊 吃油 吃油 也不明了 誰說你的脂肪是從脂肪來的 我們身上的肥肉不是從脂肪來的 是從你的米飯 麵包 蛋糕 飲料來的 你知道嗎 你的澱粉吃太多 你就會把它儲存成脂肪 我們動物是把能量儲存成脂肪 如果你是植物的話 就會儲存成澱粉 這樣了解嗎 所以我們的肥肉 不是吃肥肉來的 沒多簡單啊 是從你的澱粉來的 大家要說 我不要吃豬肉很肥啊 豬滴咖 我講得會補儀的 我就吃飯 吃麵 你澱粉越多 你就越好 尤其是精緻的